爱情和事业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心声 在这段恋情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恋人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号号二十五岁来是三十一名公司职员 女主人公平平二十四岁来是黑龙江 这位个体经营者 来 有请合成两位 两个人相恋几年了 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那应该有好多美好的回忆 是 人俩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 我特别喜欢学舞蹈的姑娘 有一种独有的气质 我当时见她的时候也是高高大大的 是我想要的那一种 这不挺好吗 后来怎么就开店了呢 大二的时候 那有一次舞蹈练习 然后不小心把脚给扭伤了 当时也没太在意 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觉得脚特别疼 后来她陪我去看了医生 然后医生跟我说 以后我也不适合在 就是舞蹈这个行业上发展了 我当时听到之后特别的沮丧 正好呢 我妈当初给我留了十五万 打算我毕业之后呢 拿着钱找一份工作 或者是开一个什么店之类的 我妈说是姑娘挺可怜的 要不就先让婷婷开一店 先替我们经营着 哦 等于你妈拿了十五万开了个店 是 那你那会退学了吗 那时候刚退学 因为受伤所以退学 对 加上她母亲喜欢 你又给你开了一家店 对 当时听到之后特别开心 这不挺好吗 很努力地去为这家店忙活 是 这店当时前两年时候特别难 两年之后 这个总算熬过来了 婷婷还雇了店员 现在这个店还经营得不错 这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们俩闹头什么呢 怎么就出了一个什么人 又打了仗了 这小片里说 那人是什么人啊 是他们一邻居 当时因为我是毕业之后嘛 本来我妈说找一个文工团的工作 然后婷婷听以后 说什么也不愿意 她说这工作根本就不稳定 因为我非常在乎婷婷 我妈也拗不过我 我妈可以说 后来呢 说正好北京有一个朋友 开一个孤架公司 我妈说让我到那儿先上班 后来我说出差呢 去出差 然后我就提前回来 已经到了北京了 直接去他们家找到了 舅舅开了门 挺惊讶 我探头一看 婷婷给你男的在里边 有说有笑 特别甜蜜 什么有说有笑 特别甜蜜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不好 当时舅舅也在 我们能做什么呀 你们脸都快贴上了 只是聊天而已 她那个样子太色了 你知道吗 因为她也要开服装店嘛 然后顺便跟我聊聊这些 有关这些的事 难道我见过三次 你知道吗 为什么次次让我碰到 我哪知道你怎么会碰到 后来我不是很生气 跑上去 她追都没追我 请你还吃苹果 然后我随身带一把小刀 然后她还把自己的胳膊划伤了 我看看 现在还有伤痕呢 好嘛 我就觉得她思想太偏激了 而且行为也这么偏激 后来我这事越想越气 管小陈他们的店员 我们顾着 然后要拿个电话 我说咱们出来谈一谈 说说我女朋友 你别追 就这么简单的事 她说了之后 根本不听我说话 就是很不屑一顾的感觉 以这个有事为由 然后就走掉了 我就过了一天 我再次把她约出来 她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带了三个人 说我们也去动手了 我是长得高大 但是我打不过四个人 这件事我也是过了两天之后才知道的 那个时候小姨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以后尽量离浩浩远一点 我说为什么呀 我们挺相爱的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她跟我说了这事 而且还跟我说了浩浩主演的事 后来我就马上过去了 到了之后 浩浩母亲也在 然后对我不理不睬的 我当时特伤心 说实话过了几天了 我气儿稍微消了点 但是我妈给我施加压力 说这女孩当初那么好 那么乖巧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我变什么了 我一直都是我 只是你的思维 你变了好不好 姐姐姐你们先别吵哈 浩浩平常是个小心眼的人吗 她就是这样小心眼的人 从您认识 她第一天几天就知道吗 我是战友欲强的时候吗 在学校的时候她就这样 我跟男生说话她都不愿意 男的看就不像好人 她看谁都不像好人 就你一个好人是吗 我就跟你说 全世界除了我 没有人会真心对你好 你这都什么的想法 你脑子里都装些什么呀 好吧 事儿看来还挺复杂 情感和财产纠结在了一起 我们的专家老师是怎么看着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苏老师 如果我是婷婷的话 我写一欠条 我不论是多少年 我连本代息把这15万还清楚 但是我觉得 然后我跟她 我们在一起好几年了 这种感情说分就分了吗 你现在这几年做生意 你成长了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人脉 但她把这个 全部打上了一个错号 她认为说你变得狡猾了 我现在觉得她给我投了15万 我就卖给她了 可能作为这个男孩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当年你们家里出了15万 其实你觉得是对她一种投资 不光是你 还有你的母亲 觉得说我出这15万 这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而且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必须要赶我们家的恩 要对我们家的儿子 特别特别的百依百顺 其实你对她的很多的生活 包括很多的工作行为 有了更多的约束 你对她更有那种主人的感觉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 看到最不舒服的一点 虽然说这个婷婷 你可能跟那个男邻居 在很多行为上 这个度没把握好 距离上有点过于靠近 我没有 我没有 也许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舅舅家的邻居 而且她父母跟舅舅 跟舅舅跟舅母 他们关系都特别好 我没有办法 起来说我怎么能去怀疑你呢 你凭什么来怀疑我 我能把持得住自己 那你的意思 我把持不住自己了 反正我看到了 你知道吗 你看到什么了 那都是你想的 你想象的 他们的亲密劲 还有那男的跟我说的话 直接加在一起 那是你自己觉得 我不得不瞎想 换谁谁都瞎想 知道吗 陀老师 有瞎想吗 要在这两个人之间挑拨离间 实在是太容易了 浩浩 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 婚姻当中忠诚这个东西 用于自律的时候 跑过一切法律 但用于律他的时候 坏过一切私心 其实每个人都追求纯粹的爱情 因为纯粹的爱情带给人美好 对不对 但是如果纯粹过头就变得磕磕了 而磕磕的爱情会让人觉得窒息 像你这样在爱情生活当中 往往表现的偏激的人 恰恰是不自信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张三 李四 王六 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情敌 你一个一个去跟他厮杀吗 所以说维护爱情真正的方式 是尊重和珍惜 你可以守着他 但守的方式不是一天到晚 记得不要戴着上 而是好笑地去经营 去助手的关怀 当然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 你的女朋友在经营这个店面的过程当中 性子比原来更活泛 学到了一些不好的习气 接触了一些不良的人 所以你认为他有可能会背叛这段感情 你的想法我非常能够理解 但如果你天天这样想 一定会一夜白头 因为你的敌人实在是太多 我想跟女生说 没有婚姻就不要有经济往来 有经济往来的话 感情好 不分彼此 你买吗 你要什么我也给你买什么呀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呀 但是现在我也都靠我自己的努力啊 你如果继续经营这个店的话 你会更加的沾花蕁草 知道吗 天哪 两位别吵了 专家的意见也说了 今天好像家里还有亲戚来 都想听听家里人的意见 一起进入旁观者清 我们先接通号号妈妈的电话 华姨你好 喂你好 那个您儿子和他女朋友在我们这儿呢 他们俩的这个感情 您有什么意见吗 我觉得他俩应该是分开会好一些 因为我儿子现在 我觉得他俩现在问题挺大的 既然他们谈到分手 就一个钱的问题 说您曾经出钱给儿子女朋友 开了一间店是吧 对对对 那您现在什么意见呢 是说把这个钱都要要回来 还是要把店要回去 还是怎么个想法 把钱给抽回来吧 姑娘要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打一借条 咱们分年还这可以吗 不可以 我把店收回来就可以 店不是人家在经营吗 那不行 因为这个店是我们 我出钱 我跟他爸出钱经营的这种店 因为他不值得 他要是值得的话 这个钱我可以 就这个店我可以不往回收 你看本来就跟我儿子挺好的 现在他在外面有不三不四的人在一块 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了 阿姨那您觉得他这几年看店的付出 应该怎么算呢 付出肯定是有付出的 因为这个付出吧 我不能说去补偿他 因为他错在先不是我儿子错在先 所以说他不仁肯定我也不义 您是这么想的 就是儿子那必须得跟他分手是吗 对对对 没有任何退路了是吗 对对对 妈 能给婷婷一次机会吗 不给 我现在真挺舍不着他呢 他现在在外面 昨天接触的男孩会越来越多 他的心思会越来越变的 你越看他越紧 他越会越往外瞧 所以说爸妈不同意 如果说婷婷要是答应了 把店还给咱们 但是我跟婷婷不分手可以吗 我觉得我俩是不同意 不接受这个女孩 不管她店给不给 谢谢阿姨 谢谢您 好的 今天小姨也来了是吧 这事您怎么看 我在北京已经三十来年了 浩浩从上学呢 我姐姐就把她托付给我 他们俩的恋情呢 我都是比较清楚的 我和我姐姐姐 几乎被这事 真是伤透了心 操碎了心了 我们伤了的结果 还是让他们分手 为什么呀小姨 你还问我为什么 你说了 浩浩哪点不好啊 你却背弃他 我没有背弃他 我怎么背弃他了 向别的男人示好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问我了小姨 不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 那个浩浩去跟他谈这事 他会带着三个 那个来打他 还是谁还说呢 你已经答应他了 是不是啊 不是那样 你不要再说了 真的 你们这样下去 不会有幸福的 而且浩浩也不适合你 你呢 也是个好姑娘 小姨呢 也特别真心的 希望你好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 更适合你的男孩 我也愿意你们 幸福 婷婷其实还是要问你 如果退一万不说 我说退一万不说 你跟何好就是分手了 虽然舍不得 那么对于分手的条件 有条件吗 如果有条件是什么 这个店我经营 钱我可以慢慢的还给他 多久 五年之内 是还本金呢 还是连本贷利息呢 现在还要问我要利息是吗 不不我问的 我没想过 嗯 我没想过 好了我的问题完了啊 接下来的黄金六十秒 是两位的时间 说出自己心里最想说的话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庭令 咱们这么多年感情了 我真的挺放不下你的 不管你之前 说我管你管的言也好 说我管你这管你那也好 但是这些呢 都是我爱你的表现 我真的很怀念我们以前的那段日子 还记得当初你为我唱的那首歌吗 你还能为我唱一遍吗 我再也不愿见你 在深夜里买醉 不愿别的男人 见识你的妇美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你还像当初那样爱我吗 我要听的是真话 我现在 真的 自己的态度 变得将决定一切 两位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各位在了解过他们的故事之后 你们觉得他们是应该订婚 还是其实已到了分手的边缘 来 请表决 现场有90.91%的观众朋友 认为他们应该分开 热恋当中的人是不理智的 但是当情感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相信年轻人一定会理智对待 一起数五个数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